接着把焦点转向国际 印度首都新德里西部 孟卡地铁站附近的一栋四层罗高的建筑物 发生了严重火灾 官方初步确定至少有27人死亡 40人受伤 火灾从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多爆发 初步调查显示 火苗从一楼窜出 24名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 碍于建筑物的出进口 只设有一道楼梯 许多人受困 消防队伍成功救出了50人 截至本地时间早上 搜寻失踪者的行动还在持续 预料将会发现更多死者 警方事后传照大厦业主盘查 发现出事大楼并没有取得 消防部门的安全许可 而业主则是逃逸无踪 新德里政府下令展开深入调查 同时向遇难者家属 每人发放100万卢比 折合马币大约5万7千令吉 商者每人则是获得 2万8千令吉援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等 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